由世界衛生組織主導的最新公布的一項研究報告 審視了過去20多年以英語、西班牙語、法語和俄語發表的33項研究數據 合併了相關研究後 這份報告估計 全球身處聽力受損風險的年輕人最少有6億7千萬人 最多甚至達到13億5千萬人 研究對象涵蓋了近2萬名由12歲到34歲不等的受試者 經分析發現 有24%的年輕人在使用連接智能手機等設備的耳機時有不良習慣 有48%的受試者經常留在像演唱會或夜店等不安全的噪音環境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限定的安全噪音等級為 每星期40小時的聲音暴露限值為85分貝左右 但這份研究指出 接觸的聲音無論是噪音或是音樂響到越大 持續收聽的時間就越短 譬如說 如果聽音樂的時候手機音量為92分貝 這樣一星期之內只能使用耳機聽兩個半小時 而人們用智能手機聽下載的MP3音頻檔案的時候 通常選定的音量高達105分貝 酒吧、俱樂部和音樂會等娛樂場所的噪音值 則通常在104至112分貝之間 這項研究的首席作者 世界衛生組織顧問 南卡羅來納醫科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 勞倫·迪拉德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表示 接觸過高音量的聲音 會使得耳朵內的無細胞和結構疲勞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時間太久 這些神經細胞可能會永久性受損 導致聽力損失 耳鳴或兩者都有 南非比勒陀尼亞大學聽力學教授 國際聽力學雜誌主編斯亞內普爾就表示 這一項研究分析報告非常嚴謹 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 聽力損失應該是公共衛生的優先事項 未參加這一項研究的斯亞內普爾表示 音樂是一份值得終身享受的禮物 但問題是要安全地享受它 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年輕人應該要更加注意 自己與聽力有關的不良習慣 亦都敦促各國的政府和製造商採取更多措施 來保護下一代的聽力 該研究成果已經在11月15日 發表在英國醫學期刊《全球健康》 BMJ Global Health 上面